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大家放心啊 我对水友从来都是亏贫揍我的 他们绝对不会给我放水的 所以不存在开黑的 他们不揍我就已经是对我非常莫大的人词了 这边我们把身份标一下 不过这一把的主角其实并不是我 这把的主角是谁呢 是沈沛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是为什么了 好 这边狮蟹也是跳了一个 他其实跟王鸡拼 他跟王鸡拼杀的话其实是算跳中 哎算了都标都标了 给你们标上吧 把四个反贼标上 这厚颜无耻的房间鸣可不是我起的 我这人虽然脸皮厚 但是 也不至于厚到这种程度啊 就黑粉起的房间鸣 这边那个五五红能的话 其实应该是拿白衣狮子的 嗯 我这边其实拿九的话挺蠢的 说实话 拿九的话挺菜的 值得你们喷我 因为这个我们是一个贴主位的草荫嘛 我们还是挺怕这个孙权挂一个白衣狮子的 他可以挡我灵人的伤害 其次是对于孙权来说白衣狮子就是一张桃嘛 所以这里刚刚肯定是拿狮子的 拿九就显得挺菜的了 因为我们不太会去打这个许优的 我们这种贴主位草荫一般都是直接去打孙权的 刚刚手上其实起手是有那个过拆啊 如果没有过拆的话 拿过拆其实也行 就是把无翼的那个万世虎给拆 不过还好我们有那个青钢剑 我们看一下这边无翼 就这 就这嘛 好这边火攻试蟹 看一下王姬 不过这里还不错啊 王姬是直接把他的狮子给其制掉了 王姬这个仗 其实他几年前刚出来的时候 我那会儿我这个厂部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王姬有很多很好的配合 比如说借路逊 对吧 这个二二非常经典的一个组合 大家都知道 好 顶区并没有什么 就试线 试线这个账 我之前一直觉得他不咋地 现在看来也还是可以的嘛 还是有一些用的 试线好像挺贵的是不是 要几百块钱吧 要吗 我不记得了 我这个账 反正不算便宜 几百还是千万块钱 知道的朋友可以在工匹上告诉我一下 好的 那么我们这一边 这边由于说那个曹爽是只能打到 这边是由于曹爽只能打到那个 许优啊 所以这边我决定去火攻压一下许优的血线 因为许优确实太厉害了 其实大部分 大部分情况下 直接打孙权去压他血量就好 但是 嗯 曹爽没有距离嘛 其次是这个许优太厉害了 还是压他一点血线去限制他 不杀他是因为许优过那么多牌 明显上许优闪的嘛 所以没有必要去杀他了 那去杀孙权一道 反正孙权闪嘛 就靠他一张牌 对吧 让他少制衡一张 他不闪嘛 就掉一席 这一局其实有点慢 我们可以稍微加快一点 大家打的有来有回 闪电 闪电这个东西我可最害怕了 哎 国父第一神猜猜 永远是只要我启动就保持四个技能的 哼 哼哼哼哼 就是这么漂亮 哇 这个喜悦好惨啊 心者鬼道也 我跟你们讲 许优老是自己能控闪电 结果就被劈了 非常的惨 我玩许优也经常 闹《热妙 неп饿》 感觉自己挂到闪掉批效架 结果自己就天叛了 看一下 无意奔袭能奔出什么玩意儿来 哇就王姬 王姬这个过牌量还是可以啊 出了两个桃子 三个桃子保了这个沈沛 沈沛继续 孙权的噩梦已经开始了 就这把孙权基本上 出了前两个 他后来就没把动过 我感觉这把打完之后 你们看完路上应该是 应该不会想买草荫 你们应该是想买个沈沛的 确实恶心的 这孙权一整局 我都看不下去了 悲惨 这孙权不能发动制 不能出牌是什么感觉 一堆牌不能出是什么感觉 瞎人诛心 其实这把我们反对 最美的存在感觉 是这个草手 草爽还没 确实没干啥事 这边杀起 没有特别大的必要 看一下许优 孙权开始已经就脱管了 青菜就已经有点爆炸了 这边我们肯定是要 留这个杀的呀 因为你不知道许优会给我控什么牌 许优现在是排队底 是有一个闪的吗 之前草爽杀许优 只有空的顶 所以说我还是挺怕自己摸不到杀的 因为能不能杀众是一回事 但是我们得必须要有技能 但是这边被论了 非常的尴尬 但是依然没有关系 我们这个还是相当的健康 孙权已经在哭泣了 默默的问了一句 为什么要有神配对象 这不挺好的吗 每回合对吧 制衡一下娃娃儿 这多好 这边是去备战了 雪油 孙权真的好看 看一下 草爽就依然没有 终于有距离了 不容易啊 这真不容易 好的 既然孙权这么想逃跑的话 这一轮我们曹英启动 这个手牌怎么打 火攻 对吧 神猜猜 神猜猜为什么没有四个技能呢 有啥 还有一个难买入金 看一下雪油有没有桃子 直接阵亡 国服最强女武将 就是这么猛 对吧 不跟你多嗶嗶 曹英永远的神 大家赶紧去买曹英啊 人美 生甜 还那么大 对吧 眼睛特别的大 我就是 我喜欢曹英 主要还是因为她 又漂亮又能打 还大 大眼睛的女孩子 看着多少人喜欢呀 那水灵水灵的 好 这把是一个反贼布置 来自一位观众的头脑 想叫小心柚子 出力 感谢这位观众 这边洪德 然后 片牌 看一下刘备再会不会继续给呢 再给两张 不错呀 还要给吗 没给了 刘备布置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配合 其实布置 布置这个将 他比王姬还厉害 因为王姬现在去 王姬以前出的嘛 这边左姿是一个跳反的行为 由于自己这边是骗牌啊 所以跳了一个中 遭到队友的殴打 这边继续去骗 还是想再骗一轮 其实有那么一点点危险 我说实话 因为自己只有 自己只有一滴血了 有一些危险的 不过还行吧 刘备那里还是有牌的 而且还有两个中马 而且这样的话呢 这边是故意杀了一刀 你以为我蠢 其实我在第五层 就布置的话 其实配合也很多啊 就包括他配张昌博 也是很厉害的 蛮多好配 还有细致材 我记得我之前 大家可以去翻译一下 我以前的视频啊 就是我很多 我很少见到有人 布置配细致材的 我之前做过一期 布置跟戏材的视频 非常非常强 就这个长度 这个组合长度 绝对是提一级的 很恶心很恶心 尤其是有狮子的时候 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翻我的那个视频 搜那个布置戏材 我觉得那个配合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就是那个牌 我太喜欢牌叉组合了 非常的舒适玩起来 好这边刘备八张牌 能不能骗到手呢 我这边怎么先给一张呢 当然是先给两张 刘备小朋友 真的是 当然是先给两张啊 对不对 而且布置就是第一轮 他跳反的话 跳中的话 其实也可以 因为这样的话 还可以导致 最后一个反 或者内被被殴打 对吧 因为大家可能 主中方就会想说 三个中内都跳完了 后主位的那个中内 确实容易遭到白打 好这边两张牌拿完了 最后两张牌 那摸我可要跳回来了 非常的爽啊 纠集武剑道 刘备心态爆炸呀 不过 你这样打确实是 确实是有风险的 但是这就是这个游戏的乐趣 不是觉得这样打 没什么问题的 就你这样打 有一个风险是 你可能第一轮 就反贼欧死了 然后会被 会被反贼骂 但是 你一旦 没有被欧死的话 其实你这个收益 是比较高的 刘备 你只要你布置 只要你布置 去跳这个反贼的话 不是 只要你布置 去跳这个中的话 那么 基本上 刘备就是 我那我会把牌给你的 而且你也不能说 这个刘备蠢啊什么的 因为 比如说 其实之前 布置有一点点 明显 就是他那个 去杀复音嘛 然后没有去 丢两张牌 然后红德给刘备牌嘛 但是 像路人局这种操作 尤其是对面是个主持 他是化身的复音 其实没看到很正常 因为我们是在 人家的主视角看的 所以说 还是会有一种 先入为主的观念 就觉得这些操作 很明显啊 他是假跳中的 但其实 自己打的时候 并不一定觉得 那么明显 很正常的 赢得非常的漂亮 细耍了对面 非常的棒 好的 我们来看最后一把 最后一把 这个朋友 嗯 我只能说 这个朋友在拿 寿命玩游戏 好吧 这边是一个 反省 嗯 这个化身就 上来化了个曹瑞 就离苦 这边 主攻直接开大 那么 董宇是一个 跳中的心灵了 顺手牵羊 再来 张角直接被顺空 难埋入侵 判定 嗯 他为啥直接 给张角预判了 他想给张鸟判一张黑牌 没有意义 或者说给张鸟判一个 啥什么的 这个概率太小了 其实这个概率蛮小的 不过还行吗 自己手上有一个桃子 一个九 感觉好像没那么虚 而且你不知道 这张鸟什么身份啊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打 我个人可能不太会这么打 就就就这 就过了吗 我就说嘛 哦 这还要救一手 哦 这边是一个内奸 这张角 主要是被打空了 有点尴尬 这里看一下勒布斯鼠 发动材石 可以 可以 那个留三张 这边我们把身份调一下 鸡康 看一下能不能弹死 哎 非常可惜啊 这斗羽如果能弹死的话 还是挺不错的 曹杰这个将真的是太费了 曹杰这个将是真的费 虽然我曾经 跟曹杰单挑也是输过的 但是 还是不影响我对曹杰的评价 也不能说他费吧 就是不厉害 就是不厉害 也不能说人家费 这边杀 闪一手 哎 开始了 开始了 减兽模式已开启 也到杀人 哎 这边AK抢腿吗 哈哈 三个红了 四个红 加上招长那个是五个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人家在决斗 哎呦 非常的尴尬啊 我这边还有 还换了一个蛮丑 还有一个真鸡 你就不知道有些人啊 玩游戏啊 就为什么要开挂 你就不明白 潜得佐斯这种玩家 不要开红挂好不好 再继续 我们看一下他有些什么化身啊 化身还好 化身还好 化身也不太好 这化身其实也还挺不错的 因为曹姐有个反应狮子 她还有一个无国态 主攻打出了离苦 这位观众 哎 这位观众在流添框里刚刚出现的时候 有点后悔啊 能不能把这一局市民删掉 开个玩笑啊 我去 大哥你至于这么红吗 哎终于黑了 终于黑了 终于黑了 我这都看不下去了 如果每个人都拿寿命打游戏的话 我觉得啥像都特别强 主攻声友 哎 桃圆结义来一手 气的主攻直接 直接投降 说说说实在的 这个佐斯如果没这么欧的话 主攻方还是挺有机会的 因为毕竟 这个佐斯如果之前被干掉了的话 剩下那个曹姐和鸡康的话 其实翻不了太大的风了 但是没有办法 就是这么阴间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结束了 感谢大观看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咯 记得给陈陈三连咯 拜拜